大家好 我是五仔 大家好 我是OK仔 中國新聞 是的 有OK仔跟大家講清楚 今天發生什麼事 發生大大事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我們的Patreon 五塊錢就可以沒有廣告了 Patreon某 對對對 這裡依然有 今天說什麼呢 今天說什麼 我看到有網友說 現在上海和北京都沒有核酸檢測 為什麼 其實我看到有些地區都還在做 有些人說 現在坐車都不用做核酸檢測 可能不同地區 因為看到報紙說 北京市在昨天召開了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 市政府新聞發言人表示 目前他們那邊依然在一個病例 在高位運行中 所以他們會繼續嚴控 一會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有朝陽區 朝陽區 他們叫朝陽區 管控升級 嚴格落實 World from home 全部都在家裡做事 外賣都要World from home 叫人大媽 那些大媽就留在家 再加工作 拿個望遠鏡 看看一看一看 有沒有人通姦 看看那個鋼琴王子 看看那個鋼琴王子 坐車的時候有沒有女生在台上 跟她吹喇叭 吹喇叭 在奏樂 可能也有的 真的有的 我們不知道 跟大家研究一下 哇 之前笑到你最喇叭 之前 我們提及過在內地 有些銀行 有人說 那些村銀行 拿不到錢 有問題 現在說到 安徽河南多個村鎮銀行出現提款難的問題 截至到5月7日為止 在這個存戶交流群組 已經超過2900人登記了自己存了多少錢 對 這條數大了 已經達到12億了 十二一 哇 拿不到出來 打不掉 拿不到出來 那等一下 那怎麼辦呢 有什麼辦 沒辦法 原來背後 有四間銀行牽涉 同一個大股東 哦 會不會就是這個大股東出現了 笑夾帶 夾帶師徒 這樣就真是大 大股東出現了 一會兒和大家看看究竟什麼事 另外也會擔心 是不是 自己的錢來的 那 現在我看到內地的新浪財經網站裡 有一宗新聞就這樣說 就 網傳 福州凍結所有碧桂園項目監管帳戶 大股東出現了 即是怎樣 碧桂園的帳戶全部鎖住 不讓你動 那又怎樣 碧桂園是否出事 那裏是 碧桂園 碧桂園 這麼大的碧桂園 很大 那間公司叫碧桂園 不是你只住那個碧桂園 碧桂園上市 是啊 難道下一個恆大 怎麼搞的 怎麼辦 那個地產業 我相信你有一個問題 會不會有很多碧桂園 你知道 因為有成都碧桂園 有福州碧桂園 廣東的碧桂園也有 那現在碧桂園搞什麼呢 那死 我們非常擔心 一會和大家看看 真是大事 這個大事回顧 那 真是可憐 也看得到北京那邊的生意難招 因為現在還是嚴格封控當中 就說 導致到一個全市禁堂食 搞到他們 熄燈算數了 不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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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香港一樣 不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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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麻煩 那跟大家研究一下 這件事 真是頭都大 也有兩宗 有一宗台灣新聞 有台灣民眾說 Omicron根本不像流感 嚇死人了 我中了 有多嚴重呢 北京那邊 將疫情防控升到最高級 是 要飛彈來防雨 是 要啊 要先找大媽來幫忙 其實北京那邊的疫情 現在說到朝陽區 就說升級 其實他們現在 除了朝陽 通州那邊 都有一個地方 升級為高風險的地區 目前北京全市 有21個高風險地區 有33個中風險地區 他們繼續強調 就說 嚴金聚集 實行這個足不出樓的 除了做核酸之外 大家都不要出街了 不要出街 就搞到大家 怎麼會出街吃飯呢 他們當然會燈 哪有生意 香港就說買兩宋飯 內地 都不會叫兩宋飯 通常都是工地 工地會多 但是 沒有辦法的 燒烤燒雞燒羊燒豬燒鴨 都沒有人追 叫外賣 外賣 外賣 他們都不搞 為什麼呢 因為北京市 禁堂食 而說到他們的飲食 餐飲業 斷崖式下降 經濟大受打擊 外賣 也有內地火鍋連鎖店 海底撈也撈不成 就說 你以為海底撈想著轉購買 你就錯了 他說為了增加生意額 在門口賣水果 賣水果 賣水果 賣芒果 賣芒果 賺餌 真的 你說 賣水果 可以賺到多少錢呢 我知道水果是賺到很多錢的 賣水果是很無利很高的 但是問題是 因為風險高 擺爛了 這樣便會虧本 對吧 有餐廳 他說為了節省成本 就關燈 那就怎樣立足 不是吧 也有很多店鋪 因為受不了壓力 就結束了 有民眾發文 斥責當局 沒有做好防疫措施 全民核酸檢測 而誤推行 要追究 管控不當的相關責任 現在都非常之 大家講到話 沒有事要做了 就黑食了 還結束了 所以 其實 有人擔心 上海 北京 他們會不會一起跟著下去 經濟 我們 看了 銀行也搞不定 是不是真的搞不定 還是被人 師徒夾帶 夾帶師徒 那十幾億 擠題嗎 擠題 都不是擠題 那麼簡單 懷疑 有人穿櫃桶底 應該 有人穿櫃桶底 安徽 河南 幾間 村鎮銀行出現 提款難 根據北京青年報報道 嘩 每個人 原來 十幾二十萬 不知道多少 百萬 傳入去 這些村鎮銀行 為什麼呢 這麼大額呢 因為相信 他們是正規的 利息 還要給一些傳統銀行 再過 但是 哪有這麼大的 通常都是用高息來吸引你的 是嗎 聽小龜哥說的 哈哈 那些村鎮銀行 跟大銀行 大銀行沒事的 有什麼分別 但是 其實在4月18日一看就看到 多間銀行先後發放公告 就說自己 系統升級維護 網上流動銀行 暫停服務 好 有些聰明的人 就馬上去到當地 當地的貴面 就想著去拿錢 同樣 都沒有辦法拿到 公開資料顯示 其實 07年3月 中國第一間 村鎮銀行 在四川省就成立了 截至到21年12月為止 中國銀保監會顯示 全國有1651間村鎮銀行 這次的村鎮銀行 多數都由許昌龍商行控股 而且過去幾年期間 這檔東西都因為違規放數 被處罰過的 借錢 即是說 同時間 在這個提款難問題出現之後 一間叫做 河南新財庫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 的企業都浮出水面 根據一個存戶 和接警人員的對話錄音顯示 這個新財庫集團 牽涉其他銀行合作關係 涉嫌非法吸取公眾存戶 即是告訴你 嘻嘻 當地銀行系統 一部內部人員爆料 就說 現在基本上都肯定了 這個新財庫集團 涉嫌非法集資 而且金額巨大 目前銀行關閉提現入口 因為無法識別 非法資金與合法資金 所以採取應急措施 即是有人洗黑錢 嘻嘻 現在每個人都站在這裏 一元也拿不到 十萬也拿不到 這樣就越來越大 現在就爆煲了 加上我們說到 他們是同一個大股東 現在因為 翻舊帳 看得到 幕後的主要涉嫌 非法洗黑錢 還是要把非法資金混合下去 那當地政府就要立即調查 現在看來很久都搞不定 那那些人怎麼花錢呢 沒有的 誰叫你傳進去嗎 那這件事要等 等政府或者公安局調查好才可以拿 那真是可能那個老闆也走了 嘻嘻 真是到時候師徒夾大還是夾大師徒 好 碧桂園 之前我們都說過了 很久之前我們都說過 恆大那期 恆大 不碰那期 我們都有提及過很多內地的 房屋 房地產 不同的公司 那那些公司 是不是真的好嗎 大家可以去新浪財經 內地新浪財經找一找 有這篇文章 標題是這樣寫的 網傳福州凍結 所有碧桂園的監管帳戶 那這些監管帳戶 一定是關乎錢銀的東西 那你接下來開市 是不是下跌到它的股價 它本身都不是很高 碧桂園好像很高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留意 也有股價的 是 那就讓子彈飛一回 哈哈 不是怎樣 嘻嘻 在5月6日 即是兩三日前 有一張三毛的截圖 開始在網上流傳 一個抬頭寫著 駐建部門領導 一個監管銀行群裡面 緊急通知各個單位 全市所有碧桂園項目監管帳戶 會立即凍結 未經審批 又不得出款 嘻嘻 整個碧桂園 整個碧桂園 那這件事呢 一爆出來之後 大家就說 不知道究竟是哪個城市的通知 但是已經揭起這個 宇宙房企的資金的擔心了 大家就開始出來說話了 嘻嘻 福州和成州的相關部門 已經針對碧桂園 都有相關的通知了 糟糕了 繼恆大之後 難道真的碧桂園 這件事大家還記得了 恆大爆雷那件事 影響相關的甚遠 但是這件事 會不會影響到下一家碧桂園 暫時都可以看到的 非常之恐怖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原來有關政府 即是福州政府就說 有啊 業主投訴 碧桂園那些樓 建築有問題 就說牆身裂開 窗都變形了 地庫多過負責 背起的主力牆 柱躉 很多有裂口 有個裂口 由頂數到落地 整個樓都是危樓 所以福建建設局發出通知 暫停這些樓 其實說到很多小區都關注 碧桂園建的樓 全部都變成危樓 有些人更加不住這些樓 所以會不會關乎 這一次 碧桂園被全面凍結 是關乎 記不記得早期長沙 嵌樓 是不是關乎 他的危樓 建了一些危樓出來 建了一些豆腐渣工程出來 所以忍無可忍 全市一起凍結了碧桂園的樓 要全面查一下 究竟他們建了一些樓 是不是有問題 因為 建完之後 碧桂園又說不關我的事 是不是 你跟著就像蒙人家的錢一樣 國家可能覺得忍無可忍 你經常建了這些危樓出來 一會兒 大型的人命傷亡 這些有關部門 終於要出手了 這件事我們值得關注 當然 其實國內也有一套非常有保障 建築安全方面的監管程序 現在長沙一役之後 嵌樓之後 國內再可能掀起一番 叫做樓宇安全的問題 如果有些不法的商人 想著在偷工減料 建築彼薩斜塔出來給人家住的時候 國家 覺得他們自己都不負責任的時候 可能迫於無奈 都要動一動你的帳戶 你這傢伙先搞一些之前的事情 否則 一會兒繼續住下去 人命傷亡 你不負責任 好像銀行的幕後大佬一樣走出去 但是剛剛看到新聞 傳多地監管帳戶被凍結 碧桂園急辟謠 是嗎 那究竟是不是 有些人 有人這樣說 就說 碧桂園的處理問題 很快就解決了 碧桂園和住建局就宣佈 碧桂園的事件已經妥善解決 就說取消 究竟妥善了些什麼 就不得而知了 那會不會轉頭又鎖回呢 別人說 上面傳到爆雷 因為你不知道究竟她什麼事鎖 封她的帳戶 那會不會關於危樓市呢 還是她本身 碧桂園本身也有點蠻蠻的 因為之前兩天前 已經是收市狂跌 暴跌了10% 嗯 其實她現在也不方好的 因為你為什麼這樣說 你說樓全部爛爛斜的 起完出來之後是找陽股的 那你碧桂園也是一個大問題 那你現在會不會全市核下一次 接著被人踢爆了很多東西出來呢 可能陸續有新聞出來都不知道 現在好像就說解封而已 會不會轉去游鎖呢 要真的看一下 唉 所以現在大家想著 樓市這樣搞一搞 會更加令到別人 沒什麼信心入市 這些都是 一個原因不買碧桂園的樓 那買誰 糟了 幾個大幾個 我有些朋友已經有了 碧桂園 有些很久之前都有的 這些都明白了 看一下 我們昨天說過這件事的一姐 現在就說一下 內地藝人百萬網紅 就投訴 給她老公家暴 就死的過程都拿出來說 這位藝人曾經穿過五星紅旗走 這個康城紅地毯 是紅人 是紅人 這位叫徐大寶 女星徐大寶 在娛樂圈、演藝圈打滾 17年曾經登上世界三大影展之一的 法國康城影展 當日她穿著一件大紅禮服 中國國旗 由中國國旗五星旗改造二城 那麼特別的衣服 曾經成為全場注目 在去年她宣布結婚 誰不知 近日傳出半年裡 被她老公加暴了四次的震驚事件 這位徐大寶在抖音上說 她說半年之內被她老公打 她自己 即是對方在婚前刻意隱瞞精神疾病 嘩 這樣也可以 後來她更加懷疑 她老公懷疑自己出軌 對老公朋友不禮貌這些原因 就被人打 然後她展示自己有多傷 就說可以看得到 又打到臉腫 又爆了血 甚至乎去到醫院的時候被診斷出耳膜 穿洞的症狀 影片裡面都哭了 我已經申請離婚了 但是說到說 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命捱到 拿離婚證書過一天 更加說到 老公更加打算拿她的命 怎樣拿她的命呢 拿著枕頭 一下子就塞進去 焗死她 這件事說到非常 為什麼還不一起住呢 搬走 不知道她搬不搬走 可能她 有門口被人打了口頂 是啊 不知道吧 可能有腳療 有腳療 唉這些 非常恐怖的家暴 你出名也好 不出名也好 都會有你們的事 是啊 都明白的 抹家家有本藍年的經 說一下 台灣 疫情好像很嚴峻 有人就覺得沒什麼 在我們來說 現在也沒什麼 你見到專家也出來說 沒事的 不用怕 但是在台灣那邊 有人就覺得 不行 很危險 有多不行 就是覺得她中了一招之後 是厲害的 她說 根本就不像你們這樣說 什麼輕靜的 我死了 那就看看台灣人 自己台灣報紙 看看她究竟死了 有什麼嚴重的事情 她說 有個人 有網友透露 她說她自己全家都中了 一家四口都中了 但是 情況就是 不會像大家這樣說 好像流感一樣 她說 很嚴重 有多嚴重呢 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人在網上贊文 她說她自己 中了Omicron病毒 說到說 她 開頭 她說是頭幾波確診 病了幾天之後 她們的血含氧量 跌至96% 然後出現胸口悶的症狀 因為有遺風的關係 要等一段時間才能夠通知醫院去就醫 她說到晚上9點多 她的血含氧量 只剩93% 空門的狀況越來越嚴重 隨著而來的 就是劇烈的頭暈 她說她感覺上就死了 所以 她申報核去區的警員 並且自行就醫 誰不知 去到醫院的時候 這人發現 急症室裡面非常忙碌 原因 就是她們都是確診者 所有檢測和治療部 都花費大批人力去獨立工作 她說 一看到就說 糟了 她說 這樣做 根本 急症室很快就倒閉 香港就是這樣 我也說 她說 這件事 最令到她害怕的原因 就是 她抽出來的血 是白色的 是黑色的 黑色的? 是啊 你本身有問題 她說 血含氧量低 哇 她說她抽出來的血 是黑色的 她說 最深刻的 這一世 第一次見到這麼深刻的事 這個人本身有事 是啊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有事 她說 九十多歲還沒有事 她說 她經過醫護人員的細心治療 已經留在家裡休養 她說 她說 她根本 你們那些 你們那些 什麼流感 浪費 我又覺得 我自己覺得 你本身身體狀態有些問題 那你又抽黑血 我第一次聽 說這麼久的新聞 她的血含氧量應該是很低的 是吧 因為 有些人呢 就覺得 是 啊 感冒症狀 有些人無精狀 有些人發燒 有些咳到很糟糕 有些喉嚨很痛 人人都不同的 那 有人就說 喂 有人留言 因為她在網上贊文 她說 其實 4月 在台灣 那些衛生中心裡面 每個都忙碌爆炸的 有些人就說 對啦 說這些什麼小感冒 絕對會落地獄的 那些台灣人民留言 她說 你的血是黑色的 關於染病什麼事 是吧 是不是 有些人 就覺得 你們的口罩是不是作大 原流主就說 根本 現在的情況 你們不是那麼輕鬆的 快點 台灣 快點把疫情推到最高級別 就是緊急狀態 這件事 香港人經歷過 其實當中的因由 試試蓮花清溫 試試 自己搞定 香港人都是自己搞定的 你問一下 有什麼心路歷程 香港人可以告訴你 是吧 怎樣經歷 你們全部衝去醫院 你說有事沒有事都衝去醫院 一定死 一定死 醫院是沒有辦法 接收到這麼多要獨立隔離的病人 但是問題是 他們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有重症的問題呢 我不知道 可能台灣是一種特別厲害吧 這件事就是 因人而異 好了 除了台灣 有人說到自己黑血之外 說到一件新事 厲害 有人爆料 也是台灣的 有個台灣人妻 自己匿名在網上 開了一個文章為題 就說 叫做 約炮 人妻約炮 因為報復老公出軌 就要跟他老公的老爸 約炮約到老爺為題 哇 精彩了 喊濕保母賤嬰兒 想著老公也很差 原來是同一脈 是你老爸 是 真的 是你老婆 是 家嫂 是 那我們看看究竟是甚麼時候 這位人妻 就以報復老公出軌的心態 在網上約炮 限定指定地點的炮友 並且寫著大叔家人 可能是專門找大叔的 想不到 半個小時後 就有人聯絡他 兩個人有點尷尬 聊了幾句 然後對方一直問他 你真是不介意 我幾歲 然後他認為 只是想一次性跑步 又不是跟你交往 亦不會留電話 留名 為甚麼這麼在乎 這位人妻就感覺對方 看見你絲絲文文 於是就約在七仔見面 對方還要刻意說到 對方還會穿粉紅色Poro Shirt 黑色西裝褲 於是 這個人妻 好 一於就玩大他 就說 決心報復老公 於是 化淡妝 穿條紮裙 還有少少透明的雷屎上衣 這樣就出門口了 玩大他 玩大他 去到這間七仔附近 他說 在對面馬路 遠遠就見到一個很Sharp的人 因為穿著粉紅色的Poro衣 他說 一個穿著粉紅色的Poro衣 黑色西裝褲 大約六十歲的男人 然後再看一看 他說 糟糕 原來他是老爺 他說 誰想過約炮的對象 是自己老爺 嚇到他 他立即當場靈戰身走路 還要擔心 不知道他老爺 看不見到他 真是這次尷尬到極點 然後有人說 嘩 有沒有這麼誇張 有沒有這麼巧 真的 難中六合彩 若炮 若到自己的老爺 這樣 然後 右網友在後面留言 說什麼 所以說你 你錯失了一個良好的機會 什麼機會 你錯失了 令到你老公 變成叫媽媽的機會 哈哈 這樣 很多人說 不要因為報復而糟蹋自己 有人勸過樓主 他說 冤冤相報何時了 何必為報復而糟蹋自己身體 要報復一定可以有很多其他方法 這樣 這個世事就是這樣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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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昨天這把聲音 有人說我假裝希哥 是嗎? 拜拜